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有一个矿泉水的广告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泉水取自挪威南部的原始天然寒水层 因为受到了岩石层和沙层的保护 寒水没有受到污染 可以提供无与伦比的纯净水 而另一个矿泉水的广告呢是这么说的 我们的泉水的寒水层 在远离工业文明的原始森林边缘 它的地理位置保证了它的纯净 听起来是不是差不多 现在市场上呢有很多同类的产品 都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是一种宝宝的纸尿裤 说自己有超弹性的侧边 而另一种纸尿裤呢 说自己有全方位拉伸的缩侧翼 他们觉得这么说会让自己不一样 但其实呢在普通人看来 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其次啊导致品牌越来越像呢 是品牌的自组织现象 什么是自组织现象呢 比如说你在哈佛营销班上课 起床考试之后呢 老师告诉你 你创造力不如别人 但其他的能力都比别人强 这个时候啊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请教去请教老师 怎么样才能提高创造力 品牌也是一样 企业都想着怎么提高自己的弱势 而不是去强化自己的优势 比如啊福特和沃尔沃 刚进入汽车市场的时候呢 都是非常有个性的 福特是动力好 沃尔沃呢是安全性高 但是市场竞争到现在 福特提升了自己的安全性 沃尔沃提升了自己的动力 结果这两个品牌的特性越来越像 原来的个性反而没有了 那究竟怎么样 才能让自己的品牌与众不同呢 文章给出了三个办法 第一个叫做逆向战略品牌策略 不用竞争对手的标准要求自己 也不用通过产品升级来满足用户的要求 一般的企业都会觉得 要做就要做到更好 就要提供更多的服务 比如说洗衣粉就想要提高竞争力 就多加点柔顺剂 或者多生产几款 带香味的洗衣粉就行了 航空公司想要有竞争力 就多多的提供额外的服务 但是逆向战略策略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呢 给顾客想要的东西 然后提供他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们就拿宜家来举例吧 宜家的家具的品种虽然不多 而且呢店面还不管送货 顾客需要自己把家具运回家 还要自己安装 但是宜家却提供了别人 却提供了别的很吸引人的服务 比如说在购物时候 顾客可以把孩子 托管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日托中心 还可以在小餐厅里面吃午餐 除了买家具 宜家还卖一些 有设计感的器皿和玩具 这些都是其他的家具店没有的 所以大家才会记得宜家这个品牌 第二个是超越行业品牌策略 这个策略的意思呢 让人 这个策略的意思是 让人忽略自己的产品 然后把产品嫁接到一个已有的产品上 比如说几十年前 索尼对家庭用的机器人很感兴趣 但是当时的人工智能技术太落后了 做出来的机器人根本就没有市场 索尼团队呢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机器人的外形设计成了小狗的样子 更奇葩的是 一般机器人都能帮你干这个干那个 但这个机器人什么用也没有 就是一个机器宠物狗 但是结果呢 这个机器狗非常的受欢迎 很成功 买了机器狗的人真的和机器狗产生了感情 当机器狗对指令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 大家也不会觉得这个机器人很笨 反而会被逗笑 这是因为啊 他们在买机器狗的时候 人们根本没有把它当成机器人 而是当成了宠物 第三个 叫做敌意品牌策略 不美化品牌 直接公开自己的缺点 比如说很多人都觉得 mini Cooper车型非常好看 但是觉得如果坐在里面 肯定会很挤 mini Cooper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广告 他把衣服的尺码从大到小写成了一串 在最小的S的后面 加上了一个mini的标志 就好像在说 你担心这款车太小吗 其实它比你想象的还要小 结果呀 mini Cooper放大了自己的缺点 反而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以上的三个步骤呢 就是从品牌红海中脱颖而出的技巧 觉得有收获的话 你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做品牌的朋友 好啦 又是磕磕磕磕的念完了这篇文章 不过呢 我跟Peter老师的这个配合啊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大家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弹幕五个掌 好啦 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呢 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很安静的一首歌啊 我几乎很少在节目里面唱 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呢 叫做我的爱情在哪里 来自于于博雅 于小冉 这首歌呢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不但混上就可以唱的一首歌 让我把混响关掉 谢谢 喂喂喂喂 OK 如今花儿已开好了 我却已堕落直到无声无息 所以梦也开始了 可到底开始了什么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不会再次枯萎吧 那柔软的爱情剩下的不断了 怎样才能遇到你 遇到你微笑的模样 说和我爱情在哪里 到底要怎样才能遇见我爱的你 也许在哪里 也许在哪里 你会听到我的 我亲爱的你在哪里 OK OK 嗯 那每次因为时间的原因啊 只能唱半首 嗯 好啦 然后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小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呢 希望今天的文章 对你们也能有帮助 好啦 今天的开心 你们该到了吗 我们这个时间 可以说晚安啦 拜拜 明天再见